而今天的焦点就是偶像艺人名尊 还记得吗 在前年的时候 她曾经被平面媒体提报说 已经在老家混来结婚生死 当时打死不认 不过现在终于承认当爸爸了 照片中长发披肩 长相清秀的女子 就是两年半前 周刊报道艺人无尊的妻子林丽莹 外传走偶像路线的她 早在2009年就已经结婚 2011年2月还生下一名女婴 升格当爸爸 那是真的了 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没有啦 就我在健身房 然后我觉得这个传闻 已经大概有传了两年了吧 无尊当时避重就轻 没把话说死 但对这项传言 经纪公司一度说要对周刊提告 之后不了了之 两年半过去了 就在外界淡忘这项八卦 她却透过个人网站发表新书内容 坦诚自己的确已经当爸爸 她说现在是拥有钱都买不到的角色 是个幸福的超级爸爸 也提到另一半是她的初恋女友 16岁就陪在她身边 到现在已经18年 退估两人所生的女儿 应该已经有两岁半 问题是在我这边啦 因为可能就是我家人没有跟我一起在台湾 所以我可能家人对我来讲其实蛮重要 就连从所属的偶像团体飞轮海单飞 也把原因指向家人 这个家人指的应该就是老婆跟女儿 武尊近两年将事业重心转为商场跟电影 已经不走偶像路线 由于最近推出新书 选在这个实际点 坦诚已婚有女儿 不免遭止疑是为了新书宣传 TPBS新闻综合报道